肿瘤怎么区分是良性的还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可以通过这六个方面来判断 了解清楚是关键 肿瘤是在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 往往说到肿瘤 很多人都只知道这生性的疾病 但是并不能分清肿瘤的性质 因此也就不能够判断肿瘤存在的风险 从大的方面来看 肿瘤分为恶性肿瘤和良性肿瘤 其实不同性肿瘤是有的完全不一样的症状以及发展过程的 就需要根据肿瘤的具体性质来区分 肿瘤怎么区分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1.生物行为 想要划分肿瘤性质 首先就要判断肿瘤的生物行为 这是在正常生理表现的形状下变化 从临床中来看 良性肿瘤一般会出现正常的生理性改变 并且在不断生长之后会出现压迫 这是正常的增殖性化之后会出现的一种变化 而恶性肿瘤就完全不一样 会不断增殖 并且浸润周围组织 引发恶性病变 因此就不会遵循正常的组织发展规律 解剖部位也是决定肿瘤性质的因素之一 2.解剖部位 解剖部位 这是因为有一些部位即便出现了肿瘤 甚至是癌变 也不容易给身体带来影响 而且在局部出现的肿瘤 一般是不容易长期生长的 所以就属于良性病变 可以进行早期的手术治疗 或者是选择保守治疗 3.细胞分化程度 肿瘤是一种重量生的组织 所以同样会出现细胞的分化 而在细胞分化的程度上就可以进行区分 良性肿瘤大部分时候就是正常的组织 所以细胞分化程度与正常组织没有区别 而恶性肿瘤属于癌细胞组织 而恶性肿瘤属于癌细胞组织 细胞组织分化程度较高 因此就可以 因此就可以变原良性和恶性 4.生长方式 不同性质的肿瘤生长方式 不同性质的肿瘤生长方式 也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正常组织 新肠的肿瘤 在生长的时候是正常生长 会出现细胞的肝瘤氧和分化 但癌细胞不同 癌细胞可以不断的增值 并且不会自然凋零 在生长的过程中 癌细胞是呈现出 静润是成长的 主要就是静润其他的正常细胞 由此来不断的过大癌变范围 5.复发和转移 根据复发和转移来 便别是比较有效的 因为正常的良性肿瘤 在发展的过程中 会出现转移和扩散 正是由于良性肿瘤的组织 是正常组织 并不存在转移和扩散的能力 复发转移和扩散主要就是癌症肿瘤才会引发的问题 到了后期恶性肿瘤会 随着零发管 随着零发管 或者是循环系统 进入到其他的脏器和组织中 造成扩散转 6.影响程度 对身体的影响程度也可以划分肿瘤的性质 这是因为大部分的肿瘤 在早期并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即便是发展到后期 带来的主要影响只是压迫问题 而癌症虽然是早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到了后期 癌症会导致绝部组织器官功能完全缺失 甚至诱发多种病发症 影响极其恶劣 肿瘤的分类和命名是比较复杂的 需要根据多方面的表现来决定 所以在进行肿瘤性质的辨别的时候 还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区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助理女意识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